大家好我是旭哥 沃卡拉安玩宿貫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雲山之約 最新的手遊 旭哥要來做最新的攻略 好那今天這一攻略呢會分享這個遊戲的最全的禮包碼 還有最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要怎麼樣去領這個禮包碼要怎麼樣換這個大量的資源呢 旭哥都可以在這個攻略詳細的教你 那接下來會講這遊戲的最強職業 還有這個最強的寵物推薦 那非常精彩內容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這個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的 那旭哥我會分享這個旭哥手遊攻略MORPG攻略專區這邊有各種MORPG 那可以看到各種攻略像是這個雲山之約各種MORPG的攻略都會放在這邊 像最近有做幾步嘛就是像是 開局快速練功啊然後最強職業T0職業之類的 好那我們就進入遊戲了Let's go 好那首先我們必須要到這個網頁 LDPLAYER.TW-BLOG-11754.HTML這網站呢去領這個 序號 這是雷電模擬器的網站那他們可以領這個虛寶的序號 那我們首先輸入這個LDPLAYER.TW-BLOG-11754.HTML 這個是他的雷電模擬器他的網頁 那網頁之後他這邊就有教學教你什麼去領這個序號 那這個序號呢可以拿到這個內容是商會密令再加上 這個普通漁耳30格再加上十門密件15格 還有基礎洗鍊15格 那這個英文同輩2萬格這個就是錢啦 算是非常大量的資源啦 那序哥這裡攻略就非常給大家 他這個有教學就是你知道這個雷電模擬器這邊然後接下來按領取就可以了 選擇那個遊戲虛寶按領取 那這個就是 雲山之月的領法 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在畫面的這個右上方的選單 選單點下來點這個就是 設置 設置點下來之後我們點這個畫面的左下方有個其他 其他之後我們點這個禮包兌換碼 這邊就可以輸入兌換碼了 就可以輸入我們剛才領到這個雷電的兌換碼 那就可以領到剛才那些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再講一次再點這個右上方的選單 選單點進來之後我們點這個設置 設置點進來之後我們點這個左下方的其他 其他再點這個下方這個禮包兌換碼這邊就可以輸入了 就可以拿到大量的資源 好那我們首先先來講這個雲山之月的這個 最強的職業推薦那大家開局的時候應該會很想知道什麼職業最好用嘛 那序哥這一攻略就一起分享給大家 那這雲山之月總共有四大職業分為這個破軍 破軍就是近戰型的戰士 坦克型的角色 然後再來是天象 天象是很香的這個法師型的角色 再來是貪狼 貪狼是這個順殺型的這個刺客型的角色 以及這個靈心 靈心是這個奶媽職業 也是猛猛的奶媽職業 好那這個四大職業呢 他每個職業都有兩種 就是性別可以選擇 有男有女這樣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操控這樣 他被打到 好那開局最推薦的職業呢 序哥是蠻推薦無課玩家的話選這個破軍 這個近戰輸出生存型的角色 輸出能力 不錯 重點是他的這個生存能力很高 那一個無課型玩家的話 生存力高是最重要 那在前排也是有很優秀的表現 在隊伍面呢可以當個很稱職的輸出以及彈 好那控制有3.5顆星那機動3顆星 難度2.5顆星難度算 蠻低的 所以開局的話這個破軍算不錯的選擇 再來天象 天象也是算是很優秀的輸出那最想直接推薦的話序哥會推薦這個天象 遠程輸出控制 那這種 技能組的都很重要 像遠程輸出這個你只要是玩手動啦或是各種就是操作的話 遠程輸出這種 當然這遊戲可以開AUTO啦但是你要用手動的話這個遠程輸出就很重要 輸出能力是最高的然後控制能力也是最高的再來生存 比較低一點 機動和難度都算中間值 重點是很香啊 妹子 好 再來這個灘狼是刺客型的職業那這個是屬於克金項 有強力的爆發力 然後這個輸出能力很猛 那這個 難度 操作難度不難 操作難度有點難 是最難的 然後機動是最高的這樣 輸出能力很棒 那你假如是玩大課長啊克金的話你會可以把這灘狼的這個爆發力發揮到極致 所以大課長啊輸出最高的話那就選這個灘狼就對了近戰爆發引力 然後最後一個職業就是奶媽你喜歡玩奶媽的這個零星的話呢 可以考慮這個香香的零星 那操作難度不高機動也算是普通控制普通 但是他這個生存能力非常強4.5顆星 輸出有4顆星也算是不錯的職業 好那所以 開局的話最強的話 貪狼天象 再來呢破君 都不錯 那零星的話你喜歡輕鬆玩也可以考慮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旭哥來做這個最強寵物的推薦 那必須要講的就是這個 妖神麒麟 那這個麒麟呢是你必須要到等級達到75才會解鎖這樣 那麒麟呢他最大的特色他就是一次上陣兩隻啊他們是有兄妹 兄妹一起上陣二打一 所以是非常強勢的 那你使用這個麒麟呢 附體之後呢你可以使用他的技能組 有這個永昌 合一 雀天還有威則 像永昌的話他是單體技 快速的攻擊然後造成6倍的傷害 那雀天是爆發技 然後可以到這個周圍的所有敵人造成8倍的火系傷害 都是非常優秀的技能組 那像是威則呢是群體技 也可以造成大範圍的灼傷的技能組 那合一呢是一個輔助技能 然後可以降低自己的受到傷害值還可以解除控制 都是非常棒的技能組 好那最強寵物呢旭哥當然是首推這個麒麟啦 不過呢麒麟畢竟你要達到等級75才可以獲得 在前期呢算是有點難度啊 所以旭哥另外推薦一個CP值非常高的寵物 叫做這個鬼面猴 鬼面猴算是前期蠻好抓到的這個寵物 他的技能組都非常不錯都是可以讓對方中毒的 都很好用的技能 比如像這個魔暴 魔暴呢是造成單體的120%攻擊傷害然後進入中毒狀態 持續三回合 在這個魔咒呢是這個周圍6名內的這個敵方目標造成100%的攻擊傷害 也是一樣進入中毒狀態持續三回合 那主動技能最後一個魔閃也是6米內然後造成120%的攻擊傷害 進入中毒狀態持續三回合 那被動技能組呢也都是 會讓對方進入中毒普攻會進入20%的機會中毒嘛 還有這個就是 呃中毒狀態 持續增加3秒 最後還有這個 呃主動技能傷害增加20%都是非常好用的技能組 所以前期的話呢你假如沒有這個麒麟的話 用這個鬼滅猴 那樣度過這個前期也是CP值很高的一個寵物 所以旭哥就順便推薦給大家了 那今天這個攻略就錄到這邊啦最全的禮包碼還有最詳細的兌換教學 這個最強職業以及這個最強的寵物推薦都一起分享給大家非常詳細的攻略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各種最新的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遊戲的虛寶區還有手遊攻略 那我們下次見